新北市農会在上个月日办理了新北市台北市的制茶技术竞赛 总计12区的農会代表是16位的双北优秀茶师 在各茶区来推派优秀的茶农 而此外这一次获得头等奖项的就有三位 而其中一位就是来自于淡水区 番薯里传承第四代的青年茶农王茂林来获奖 而为此新北市议员蔡景贤 也特别来到了茶厂来搬赠牌匾来祝贺 新北市淡水区番薯里早期产出许多的茶叶 而里长王寿喜更是家中制茶传承第三代 现在也交到儿子的第四代手上 成果相当亮眼 而日前里长王寿喜更举办了茶产文化体验活动 邀请到淡水区的各个里长还有市议员 来到他的茶园当中 参观并且体验采茶与制茶的过程 里长和我们国康熟的和医院员来体验 看看茶来给他参观一下 说有什么机构 因为我就是叫他们来体验看看 看看安花做 我这里来介绍看看 第一是安花状 安花枯 安花做 还有后续的 这些成功变成品的时候 和包装是安花处理 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来 给大家体验了解 第一以前的第一是如何 里长王寿喜将种茶与制茶技术传承到下一代 儿子王茂林日前更代表新北市参加 2022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技术竞赛 获得季军的好成绩 而在活动现场第四代青年王茂林 更带给参观的里长以及市议员采茶与制茶的体验 最后还可以品尝到茶餐店 议员也期盼能够为在地茶农争取更多发光发热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要回来退老百老百都很多 可以把这个脱退再利用 来开发来整这个茶 我相信我们家庭学长 中学长他会来不用这些年轻人 返乡突发来做 他会对这个学生 他会做这几年 这么久的事情 他会来教育这些 希望大家有勇力回来 我在农亚局 一定要清除一些保障 来让我们大家学会发扬光大 市议员蔡景贤表示 王茂林不仅是加成父亲里长王秀喜的 制茶技术与经验 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更将技术往上精进 而同时也是北海岸地区家长协会的总会长的王茂林 议员也希望 他可以将在地的茶产文化 带进到教育当中 并且向下扎根 记者许多一带学采访吧